12月7号是农历大雪节气 也是入冬后的第三个节气 大雪节气腌肉是很多人的习惯 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未曾过年鲜肥乌盐 说的便是这个习俗 拿那个盐加工了以后 把这个肉和其他这种食材搬在一起 灌到那个动物的那个肠里面 然后就成为那个香肠 有的还会有一些个辣味 做成的这种腊肉香肠 还有其他这个肉制品 然后呢为这个过年做准备 这种稀素的食材 只要有了条件 都会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准备 来体验出年 在人们心中这种重要的地位 大雪之后由于气温明显下降 中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严冬 因此大雪也是进补的好时节 高危建议 民众可以多使用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和异于消化的食物 提高自身免疫力 度过一个健康温暖的冬天 比如说这时候吃一些个牛肉啊 羊肉啊 它抵抗寒冷啊 这个增加营养 包括多吃一些类似于 像什么大白菜啊 豆腐或者豆制品啊 这些个含蛋白质 或者说微量元素 比较丰富的这个食物呢 喝那个红薯粥 包括咱们去烤那个红薯啊 包括烤一些个这个干锅 那种热腾腾的感觉 就感到这个寒冷当中的一份温暖 那么大雪节气是下雪的标志吗 民宿专家表示 大雪意味着气温将急剧下降 但并不一定就会下雪 它不是简单 意味着这个雪量的增大 应该说是一个气温急剧下降的一个标志 所以它这种寒冷程度啊 应该说给人的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雪的量呢 或者说雪下的频率呢 会比小雪数可能会多一些 大雪也是众东世界的开始 适合赏玩雪景享受冰雪乐趣 在古代也有不少硬食的习俗 大雪呢 它给人带来这种浪漫啊 这种生命的活力啊 特别是受到这个孩子们的喜爱 打雪仗啊 堆雪球啊 雪业啊 读书啊 是一线为人的一个乐视 坐着一个船 然后到湖西的那个亭上去 来这个赏雪喝酒 它引起人家的那种情感的升华和这个激发啊 应该说是文人雅师们共同追求的一种情感